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哪里的包包分享视频 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已经在YouTube开设了我的个人频道了 如果你是海外的小伙伴的话呢 你觉得看优酷不方便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YouTube的频道 我目前正在把之前的视频给它传到那个YouTube上面去 之后呢会跟优酷这边同步更新 其实我在B站一直也有我自己的频道 但就是说因为B站它对上传视频的大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所以我有很多视频太大它就没有办法上传 所以最全的视频呢都会在优酷 以后也会在YouTube同步更新 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在YouTube的这个新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这款包呢我已经放在这边了 对就是来自Lowee的这款巴塞罗娜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它的中号 是一只雾霾兰 也一直有人问我说这个包推荐什么颜色 老实说我就真的是觉得这两个颜色是最好看的 一个就是我之前分享过的中号乌买兰 一个就是这个奶茶色 我今天手上这个是小号 小号就是它是最新出的一个size 其实最早出的是中号 然后呢有大号 大号其实很少 然后大号的颜色也很少 我好像只见过黑色吧 对我好像只见过黑色 还是有还有一个什么藏青的那种深蓝色 然后呢这个小号是比较新推出的 颜色呢是跟很多 就跟中号基本上是一样 中号的颜色小号也都有 OK然后我今天手上这个就是奶茶色 我觉得奶茶色真的是 就是它对我来说吧 以前的我啊 年轻的我会觉得这个颜色太 怎么讲 太无趣 以前的我肯定会觉得像 类似棕色系嘛 我以前肯定会觉得太无趣没意思 我就喜欢那种 柠檬黄啊 然后橘黄啊 然后我还买过什么蓝色啊 就是荧光啊那种的 我就特别喜欢五彩缤纷的颜色 你知道吧 但是呢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 当然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阶段 就是每个人买包都会有一个 就是经历一个就是不成熟的 疯狂买的一个状态 一个阶段 然后到我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就会觉得会比较沉下心来去 欣赏一些就是 更耐看更长久 更有味道的那种颜色和包包 所以其实像这个颜色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气质 然后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颜色 而且这个颜色怎么说 就是你说它是棕色系吧 没有错 但是呢 为什么叫它奶茶色 而不是说叫它棕色 对不对 它的确就是身上是有奶茶那种棕色 但是加入了牛奶那种感觉 给它再调和 视觉下我就觉得是 非常的丝滑 然后非常的可口 然后就非常的耐看这个颜色 这个阶段该怎么说啊 就是以前为什么会喜欢那种 很亮的颜色 就是觉得啊 我在搭配的时候 我只要这个单品突出 就会觉得这一生就很时髦了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像这种 就是比较低调 然后比较内敛的这种颜色呢 其实是需要你用心去搭配一下 搭出更好的整体造型的这种质感 才能让它能焕发出它本来应该有的这种气质 所以就是说它是摆搭是没有错的啊 就是说你日常什么颜色的衣服 什么风格的造型 它都能搭 但是你说真的能够搭出它的质感 搭出它的内涵 搭出它本身该有的那种气质 那就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买包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找一个摆搭的就好了 比如说黑色 比如说灰色 比如说棕色这种 或者就就觉得是说摆搭的包我就任务完成了 我就搭配的时候就不用动脑子了 对没有错 这种摆搭的包在你搭配的时候是不用动脑子的 但是看得过去不代表这个造型就真的是很好看 或者说是很吸引人的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选包包的时候 我会觉得会分一些不同的阶段 就是在你自己搭配功力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选一些比较容易突出的包包 来帮助你让整个造型比较出彩 但是当你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你慢慢的会觉得说不只是包包本身 还是需要有整体造型的搭配的时候呢 那我觉得你就更加适合去选这样子 就是看似百搭 但是在百搭之中你又能搭出跟别人不一样 或者说搭出来的感觉就是比别人有质感更高级的这种感觉 这些就是我自己在买包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 一些想法放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说回罗伊这款巴塞罗那 它其实也很红了对不对 就是大家在街拍当中应该也很常见到它 我上次视频里面也说了它比较特色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三角的插片 来作为一个包包的这个包盖的固定 然后呢这个包本身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超级超级轻 特别是这个小号 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快比我的钱包还要轻了 所以就是也有人问我说罗伊的Puzzle重不重啊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说在一样 其实买包的时候你看你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当然了你如果就是一个不喜欢被重包的人 那你就千万不要挑一款重的包 因为买来以后你就不太会去用它对不对 那就浪费了 但是如果在权衡包包的时候 我会觉得一款包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 就是你也要它质感非常好 就皮非常厚的那种感觉质感 然后你也要它非常非常轻 那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在权衡当中 比如说你真的很看重包轻的话 那你就选这种外观也好看 然后它真的自重非常非常轻的这种款式 那如果你有喜欢Puzzle那种的 比较先锋的这种设计 那你又觉得会不会太重 那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 你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就像我自己那个中号 我觉得放满的话真的是有一点重 所以我尽量不会放的太满 或者说今天是开车出去 就是你不需要我提着它走太多的路的话 那就是说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 而不一定就是说我这个我买 我买这个包就是 一定要它十项全能 你还是要知道你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这款包的介绍我之前也已经说过了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想好这个size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容量 到底能装多少东西 然后首先打开以后可以看到 它的内衬也都是皮的 全皮的 然后在右边这里有一个是那种刻在上面的 罗威的一个logo 然后下面写的是Made in Spain 大家都知道罗威是一个西班牙品牌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钱包放进去大概还有多少空间 我这个是一款 这个是我新买的Celine的这个小钱包 就是我现在日常也一直在用 用小包的话就会用它 它的容量大概就是说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它也蛮方便的 因为它其实虽然小 但是它挺有一点厚度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它虽然卡位 后面只有三个卡位 但是它中间这么厚的一层 你就可以放好多好多卡 就是这是我目前放在里面的卡 我都放在里面 然后发票什么拿回来就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然后但是钱怎么办呢 它前面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小口袋 但是我试了半天就是卡真的就是插不进去 我也不知道它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 就是这卡插进去就真的差那么一点点 你看就真的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塞不进去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对折 然后就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盖起来也不影响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就把钱放在前面好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钱包 我们来看一下放在里面 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放进去以后呢大概就是还有很大的一些空间了 然后我把我的手机也放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手机 而我有那个比较厚的这个手机壳在里面 放进去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旁边应该还可以放口红啊 纸巾还有粉笔应该都OK 可以放进去我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它日常来说的容量呢 其实也还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用小钱包 甚至你都不用钱包 你用卡包 然后再放用钱夹夹两张钞票放在里面 其实也还可以 因为它厚度还行 就这个厚度啊其实还可以 没有说很薄很薄 所以整体来说容量还不错 而且它自重很轻 我刚刚也强调了自重真的很轻 所以你多放一点东西 多塞一点东西 没什么问题 那这个包我觉得它的皮革 虽然说打理起来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皮这个光泽感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把肩带放上去给大家试一下背起来的效果 首先是单肩 它这个肩带长度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我现在就稍微给它放了一个我可以用的长度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搭配复古的衣服会比较好看的 那我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调纹衫 然后一条比较复古的这种格纹的裤子 我觉得搭这个南茶色还是蛮好看的 而且搭它这个包心 然后是斜花 最后讲一个小缺点吧 就是有人在说使用过程当中呢 因为这个插片它比较容易掉出来 所以就是它这个包盖感觉就是其实像没有扣住一样 但其实因为它这个包盖它是整个盖 盖到跟那个包身一样的长度的这个包盖 所以相对来说呢应该还好它要整个这样翻开 而且它本身的这个皮革的形状在这边 其实要把它这样翻到后面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自己使用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这个防盗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还好你不要太纠结 或者就是你把它插在里面的时候尽量给它插到下面一点 就整个插过下面的这条线 它这样又会有一个就是卡住的那个效果在 OK今天就是包包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一下我的视频或转发分享我的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包包的问题呢 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找到我 最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在优酷或者YouTube或者B站的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